小自助幫手洗衣店家裡附近就有 但是常常在洗衣服的過程當中 只能乾等滑手機 你的餐廳好了 現在就有業者推出複合式的經營 讓客人洗衣服不再無聊 把累積好久的衣服放進洗衣機 一等就是30分鐘起跳 再加烘衣時間等還是等 所以業者加入咖啡廳元素 還結合了服飾店想挑髮箍 這裡也有洗衣時間能填飽肚子 也可以一秒變漂亮 這邊機器有人顧我比較放心 有人就是說在打理 我洗衣服之餘 還可以跟老闆聊天吃東西 那天下午其實我顧得滿愉快的 他們是走無人顧傳統 這早期十幾二十年都這樣子 那這是一個全新的經營全新的概念 又能洗衣提供輕食 現在台灣不少洗衣店 肚子餓了有美食能吃 而跳脫傳統框架的 還有你熟悉的這一家 衣服洗好了也都烘乾了 但如果家裡還需要再添購雜物 購物帶拿出來 富的是便利商店 各種商品任你挑 搭配超商APP 精準化洗衣時間 為了更方便 上班族小資族超商再加入洗衣服務 包山包海通通做得到 洗衣店把空間最大化 也讓來店客人不再只是吃吃的等 三熊的國異熊來自新北採訪不論